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吉人山 预言、误道理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奥林帕斯山 十二主神之一的月亮女神阿提米斯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她的罗马名字 叫做戴安娜 阿提米斯是宙师和利托的女儿 和太阳神阿波罗是双胞胎兄妹 她是小小孩和一切哺乳动物的保护神 最喜欢打猎 在希腊神话中 她不只是狩猎女神 也是月亮女神或是森林女神 阿提米斯的母亲是太阳神利托 利托虽然怀着天王的小孩 却没有受到天王般的礼遇 还差一点就死在天后赫拉的手里 当时利托快要临盆 宙斯却在这个时候正式的宣布 赫拉成为他的正妻 入主奥林帕斯山 成为新一代的天后 大家都知道赫拉是一个超级的大簇钢 从来不容忍情敌的存在 他知道利托即将要临盆了 马上放话要整死他 赫拉故意不让利托 在阳光照耀的大地上分灭 还禁止所有的神奇 提供利托生产时的帮助 赫拉气到派遣自己的心腹 彩虹女神伊丽丝 还有儿子战神阿瑞斯 马上到大地去 监视利托的一切动向 可怜的利托挺着运动 在大地上东躲西藏 就怕被发现 赫拉觉得这样还不够消气 他又派出了一条巨蟒陪东 去追击利托 有天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偷偷向宙斯打小报告 没有想到宙斯害怕惹怒老婆赫拉 所以不敢出手相救 只好偷偷地拜托海王波赛顿 帮忙处理善后 波赛顿伸出海面 一声令下 平静的海面随即形成万千波浪 在波浪的冲击拍打下 巨蟒陪东 被打得支离破碎 宙斯交代波赛顿 赫拉禁止利托 在阳光照耀的大地上分娩 波赛顿心想 地面上不行 海上是归我管 不如就在海上生产吧 于是波赛顿从海面 升起一座 可以让利托七深的漂浮小岛 因为这座小岛没有根基 所以不能够算是大地 这也算符合赫拉的条件 波赛顿干脆好神做到底 他扬起海浪 化作遮住太阳的水雾 这么一来 岛上也就没有阳光了 正好完全符合赫拉定下的条件 准备在岛上生产的利托 由于逃亡的时候 受到了过度惊吓 他在分娩的过程中 可以说非常不顺利 利托生产时的阵痛 持续了九天九夜 许多女神在一旁着急 都在想办法要帮助利托 但是 唯一能够帮得上忙的分娩女神 埃雷图亚 已经被赫拉下了命令 不准为利托助产 其他的女神 要是想要多管闲事 也将会接受严重的惩罚 在无计可施之下 众女神只好献上一串 黄金琥珀项链 拜托彩虹女神伊丽丝 请她想办法 让赫拉消消气 最后赫拉终于同意 让分娩女神埃雷图亚 去帮助利托生产 利托终于可以在小岛上 安心的生产了 她在终于树下 平安的生下了 阿提米斯和阿波罗 这对双胞胎 接着 海生波赛顿欢欢的 从海底上 生出了四根石柱 撑起原本正在漂浮的小岛 让小岛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岛屿 叫做提洛岛 阿提米斯跟阿波罗 这对双胞胎 被赢回了奥林帕斯山 成为了十二组成 但是 天后赫拉 不给这两兄妹好脸色看 常常虐待他们 好在 兄妹俩感情很好 会彼此互相照顾 阿提米斯和阿波罗 阿提米斯和阿波罗兄妹 被赢回奥林帕斯山 成为十二主神 阿提米斯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 他坐在父亲宙斯的腿上 宙斯抱着这个美丽又聪明的女儿 越看越喜欢 他问阿提米斯 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说到阿提米斯的性格 深深受到母亲生产时候 那种痛苦和苦难的影响 当时 他亲耳听到 母亲分娩时痛苦的哀嚎声 也亲眼看到母亲流下的滴滴血泪 孝顺的阿提米斯 能够理解母亲忍受的痛苦 所以 当宙斯说要送他礼物时 他请求宙斯答应他六个愿望 包括了 第一 允许他保持永远的真洁 与智慧女神雅典娜 卢灶女神赫斯提亚 并称为三大处女神 让他成为分娩女神 保护处女癥结和妇女的生育 第二 拥有跟兄弟阿波罗一样的弓箭 第三 负责掌管光明的职责 第四 他打猎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一件暗黄色 镶着红色外边的束腰外衣 第五 要有三十个山林仙女当四重 二十个水泽仙女 在他不狩猎的时候 保管他的衣服跟皮靴 并且要喂养猎犬 第六 他希望能自己有一座城市 阿提米斯伸手去摸父亲宙斯的脸 宙斯笑眯眯又骄傲的说 有这么一个女儿 以后他就不用怕赫拉了 宙斯抱起阿提米斯 一手挥舞着 别说一座城市 我要给你更多的东西 我给你三十座城池 还有分管大陆跟群岛的各种事物 我命令你成为大陆和群岛上的道路与港口的保护神 阿提米斯亲吻宙斯脸颊 向宙斯道谢之后离开了 他先去克里特岛 又到大洋河 挑选了无数年轻的仙女作为他的侍从 从此之后 阿提米斯自由徜徉在山林间追逐猎物 修长健美的身形 阿提米斯他总是拿着银弓 腰背健带 而上还带有一弯心悦 簇涌在身旁的是一群水泽仙女和勇猛的猎犬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贡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阿提米斯的弓箭是谁打造的呢? 原本是向亲火神赫 被斯托斯帮忙打造 不过火神的生意时间太好了 忙不过来 所以他只是布介尔斯 为阿提米斯打造一切他想要的东西 布介尔斯看到可爱的阿提米斯 就把他抱起来坐在腿上 可是阿提米斯不喜欢这个动作 他故意拔下布介尔斯胸前的汗毛 痛得他哀哀大叫 阿提米斯在赫菲斯托斯的建议下 去利帕拉岛找独眼巨人 这时他们正在为海神波赛顿制造马槽 水泽仙女们看到独眼巨人可怕的面容 再加上铁匠工方里震耳欲聋的吵杂声 大家都不敢太靠近 只有阿提米斯胆子很大 他叫独眼巨人放下手边的工作 先帮他做一把银弓和一袋剑 独眼巨人看眼前这位小女生 年纪小胆子却挺大的 敢这样说话 阿提米斯对大家说 只要你们先做好我的弓箭 我就把第一次射中的猎物 全部都送给大家 你们可以好好的吃一顿 于是这笔交易成功了 没多久 阿提米斯带着独眼巨人 为他量身定做的弓箭 立刻去阿卡迪亚 在途中遇到了山林之神潘恩 他正在喂食几只母狗跟小狗 两人聊了一会儿 潘恩送给阿提米斯 两只的锤儿狗 两只花斑狗 还有一只凶猛的虎斑犬 别看这几只狗瘦瘦的模样 它们一旦联合起来 能够把一只狮子活活给拖回来 临走之前 潘恩还加码送给阿提米斯 七只跑起来像风一样快速的斯巴达猎犬 阿提米斯在前往阿卡迪亚的途中 抓到两只带脚的红色磁鹿 他用金鞍把鹿套上一辆金色的车子 赶着他们向北前行 阿提米斯在奥林帕斯山上 砍销出他的第一把松枝火炬 他利用遭到闪电电击过的树 变成了焦炭 把火炬点燃了 接着他回到希腊 阿努尼苏神女 为两只鹿卸下金鞍 用牧场的三叶草喂养他们 让他们长得又肥又壮 阿提米斯掌管野生动物 也是众神的主要猎手 虽然这两项职责有些冲突 但是就像所有尊重生命的优秀猎人一样 阿提米斯会很细心的保护幼小的动物 他喜欢在山林中奔跑狩猎 狩猎结束后 会在西拳畔沐浴西系 追随他的处女狩猎团 是一群发誓将拥抱贞洁的仙女们 所组成的团体 他们向往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 追随阿提米斯在林间打猎 这也是阿提米斯作为狩猎神的神职工作 阿提米斯在古典艺术造型中 最常被描绘为身材高挑的美丽少女 长长的棕色卷法梳在后面 大部分的时间是身穿猎装 手持银弓金剑 架一辆由金色鹿角瓷路拉动的银车 一群猎狗呼啸地为他开路 最明显的特征是 阿提米斯头上戴的新月冠 成为他绝对的配备 阿提米斯这位美丽的女神 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阿提米斯跟哥哥阿波罗 被迎回奥林帕斯山之后 和拉常常虐待他们 好在兄妹俩的感情很好 会彼此互相照顾 一直到阿波罗为了阻挡阿提米斯的恋情 设计让他亲手下了恋爱的对象 从此阿提米斯就断绝跟阿波罗来往 甚至不愿意承认他 这一对双胞胎的感情很好 当阳光普照时 阿波罗会驾着金色太阳马车日巡 阿提米斯会在山林狩猎玩耍 享受阿波罗所管辖的白昼时光 当阿提米斯登上荧光闪闪的月亮马车夜巡时 阿波罗会为他弹琴唱歌 陪伴他 静静地穿梭在浩瀚无垠的星空中 兄妹两人尽忠职守的守护黑夜与白昼 使大地不断地更替时辰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有一天 阿提米斯在山林里 遇到了同样擅长狩猎的奥利安 奥利安他是海神波赛顿的儿子 长得魁梧健壮 身手较捷 虽然他是海神的儿子 但是他却喜欢到地面上来活动 凡是攀爬飞跳 他都喜欢 两个人都被对方精湛的狩猎技术吸引 所以就经常在一起切磋记忆 或是攀比登峰 有时候会在灵印中漫步 两个人几乎是无所不谈 阿提米斯对奥利安的喜爱 远远超过他对任何人的感觉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奥利安的出现 会让原本想要一生保持贞洁不昏的念头 情不自尽也心动了 经常跟阿提米斯在一起守护昼夜 相互陪伴的阿波罗 对奥利安的出现感到很不是滋味 开始觉得不对劲 他看出来 阿提米斯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奥利安的身上 阿波罗几次劝阻阿提米斯 不要与奥利安过于亲近 但是阿提米斯沉醉在幸福中 根本听不进去劝告 这让阿波罗越来越不安 觉得将会失去阿提米斯 嫉妒的心点燃心中怒火 阿波罗告诉自己 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 有一天 阿提米斯跟阿波罗在一起 阿波罗指着水面上 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 阿波罗故意刺激阿提米斯 他跟阿提米斯打赌 赌他的剑法 一定无法射中水面上的 那个小小黑点 阿提米斯当然不服气 他可是个神射手啊 自己的哥哥 竟然这么不相信他 阿提米斯顺手拿起弓箭 弯弓一射 马上清楚正中目标 两个人眼睛专注着 看着水面上的小黑点 小黑点瞬间在海面上消失不见 阿提米斯高兴的跳起来 他举起银弓 仰着头 骄傲的对阿波罗说 你看 一箭命中 阿提米斯又跳又跑 飞快的来到水面上 他想要看清楚 自己射中的是什么猎物 没有想到刚才的这个黑点 竟然是心爱的奥利安的头颅 阿提米斯不敢相信 他心碎悲痛 是自己亲手射杀了爱人 他不理会阿波罗的解释 大哭起来 其实这件事情是阿波罗一手设计的 他知道奥利安毕竟是海神的儿子 具有在海面上飞行的能力 可以将整个身体潜伏在水里 只露出一颗头在水面上 所以他故意骗奥利安在水中等待 然后再设计诱骗阿提米斯来射杀奥利安 阿提米斯自从失去了奥利安之后 就不再与阿波罗相见了 他无法原谅阿波罗的行为 不管阿波罗怎么解释 或是如何追他 阿提米斯总是会在阿波罗抵达的前一刻 就先离开了 从此月亮与佩阳就永远不会在天空中同时出现 可怜的奥利安被升到了天空上 成为了夜护星 他的阿提米斯在极其的夜空中 静静相伴一闪一灭 相思相惜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 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跨播账号 42274784 护明 十方法界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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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